禮拜五的這個副手大車拼 這個很多人說 一個就是讀稿機 一個就還是政論節目 主持人兼中廣的董事長加總經理 然後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蕭美琴的部分 我剛剛瞄了一下 這個藍軍的電視臺 有藍軍的電視臺說 他在耳朵英文 學得還到底像不像 就在那邊討論 不論如何 我們看到這個蕭美琴 算是讚貓 你看起來好像很溫和 但是該攻擊 該回應的時候也不手軟的 我們一起來聽聽精彩的內容 賴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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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我跟全國的民眾報告 賴清德當選就是總統 他就是老大 就是我的老闆 他是我心目中的少黑英雄 他是新北市最好的市長 所以才能大贏林佳龍46萬票 他將來一定是一個最好的總統 昨天晚上我講 江啟成是台灣和平的恐怖分子 一點都不誇張 賴清德 賴清德是一個恐怖分子 所以你說這新聞有什麼意思呢 那麼多人就特別把黃成國挑出來 然後說我去拜訪黑道 這很無聊嘛 何必這樣子呢 好這是 這個昨天正好有講 不知道是老了還是怎麼樣 你說要不就老了要不怎麼樣 要不就 你忘記了 你也老了 說出真話 說出心裡話 說出心裡話 賴清德就是我的老大 要不就這樣 昨天在這個江啟的場子又說錯話了 好啦他說自己有講話不要這麼快 不論如何 不管這是口誤 大家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能用錯誤的資訊來誤導選民 這才是震驚的 他在這個證件說明會當中說 美國賣臺灣試駕死神MQ-9 這個無人機價格六億美金 但沒有想到夜門把美國的MQ-9打下來之後 才發現說一架造價三千萬美金 他就問了差價去哪裡了 這什麼意思 就在影射有人在當中上下起手 對不對 臺灣特殊處境買東西都比較貴 這是大家知道的 國民黨時期也是如此 那你可以罵臺灣買的比較貴 但是你去問說差價去哪裡了 這是不是很惡毒呢 國防部動作很快 採購案接受兩國政府法律制約及規範 沒有舞弊 這是國防部第一時間就做出的回應 那這個趙花康也不斷的貼民進黨是貪腐的標籤 跟貪腐的DNA 蕭美琴蓋瓜承受 他跟年輕人講了 有些同志忘了初衷 但是民進黨確實需要檢討反省 如果我們是您同意 我們是走在正確的路上 再給我們一次機會 這是蕭美琴 那麼吳欣 他是活在自己的一個世界裡面 一直在讀他的稿子 講到什麼打炸 他說現在詐騙金額高達兩千億 就快要能播兩次的五倍券了 他就這個好好的在那邊自己 闡述自己的意見 讓他知道說有到場了 但是存在感相對不是那麼高 來瑞德你怎麼看 照他剛剛當然他是口誤 所以剛剛那一段就是說 他明明是要罵賴清德 結果脫口而出 變成賴清德當選總統 就是他的老大 就是他的老闆 就是在說一大堆 其實我倒覺得你一時口誤還好 但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整個辯論結束以後 他都還不知道自己口誤 你知道嗎 這才是可怕的地方 那麼除此之外 因為他在今年十一月參加國民黨一百二十九年 黨慶活動的時候 他也說希望政治更清明 兩岸更和平 官員更清廉 更有能力 明年的選舉票投民進黨就對了 他講對了 沒錯 他竟然直接這樣公開講 下面的人鴨雀無聲 突然間大家都點點就對了 你是在說什麼 他後來才發現為什麼大家反應這樣沒有鼓掌 原來他說票投民進黨 那麼至於昨天 他竟然在台中替江啟臣站台的時候 他說各位好朋友 江啟臣是臺灣和平的恐怖分子 一點都不誇張 張啟臣聽了就嚇出一聲冷汗趕快拍拍他說 賴吉德啦 賴吉德啦 你不要講錯啦 他後來有修正說 張超康說我講話講太快了 你不是今天才講話講太快 你到現在為止 都有差不多要跟兩三個禮拜 你還會講出什麼樣的話來 那麼張超康特別去舉國防的案例 我們買武器 他的影射 我們把美國買武器 MQ9B的這個無人機買貴了 為什麼要買那麼貴 一五千萬 為什麼你冤大頭 是不是中間有commission的問題 他在說這個影射 他在影射 他為什麼夜門打下來 一架是三千萬 照片啊 MQ9是MQ9 MQ9A MQ9B都不一樣 然後比那個比利時買的價格 對不對 不行跟我們一樣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還比我們貴 不過貴是有道理的 他比我們貴是一億六千多萬的美金 是因為他有武器掛架 我們沒有 如果你有武器掛架的話 就更貴 那以後會不會有武器掛架 能不能加裝 這個要等到時候 其實時事情況而定 你不能去舉這錯誤的 還有另外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可惡 他特別去舉潛艇 你到底沒了沒了 趙薩康對軍事完全是外行 你不要以為你主持這個政論節目 你就什麼都懂 為什麼 因為你竟然去講說 我們的潛艇為什麼五百多億 為什麼美國 為什麼日本人這麼便宜 廢話 臺灣能夠造出潛艇 那是不可思議的事 哇 說太白了 臺灣的潛艇也不是 全部都我們造的 我們真的國造只有百分之四十 其他都要像國際買 包括聲納 包括紅標區的武器 包括我們說的MK48 兩顆魚雷就可以幹掉 中共山東號強魂母艦的那個魚雷 都是美國賣我們的 我們是從無中生有 然後從無到有 能夠有 我跟你說 不要說五百億 一千億也要開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辦法 中共不斷地打壓你 只要讓中共知道 馬上就打壓 打壓 打壓 所以我們想盡辦法 絞盡腦汁 好不容易造出來 還有你們中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撐我們後腿 把相關的東西給了外國的韓國大使館 讓韓國可以去追捕 去逮捕 判刑 有關於協助我們的韓國的這個工程師 這些人員 可惡的是你們 你還在講說為什麼賣開 廢話 不要有中國的阻撓 我們當然也希望有一艘錢 贏得刺貞飛彈 為什麼到底國民黨的時候都不肯賣 因為共諜太多 你知道嗎 所以事實上你們都不去 還行 都不去檢討 至於你會說 是影射說是不是買軍購 對不對 是不是有 的問題 那我問你 拉法院見弊案 我問你 烈雷見弊案 隱清風怎麼死的 誰執政的時候 誰執政的時候死的 誰執政的時候 到後來對不對 牽扯到一大堆的東西 為什麼 難道我們要去講這些嗎 所以事實上 台灣的處境 你都知道 就好像他天真的以為 他是副總統 可以指派 他如果當選 要指派一個軍事觀察員 到中國去 開什麼玩笑 你在說什麼天方夜談 不可能 習近平不是你的小孩 他不是中廣的一個小弟 你叫他當這個 到現在還不辭職的 中廣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叫他去掃地 他就去掃地 沒有那回事 你知道嗎 習近平不知道是你的老大的 老大 你知道嗎 所以他都在說天方夜談 反正就追打 攻擊就對 他們的套路其實都一樣 就好像侯友宜造謠 侯友宜竟然在總統的證監會去造謠 去拿假訊息說 臺灣已經跟印度簽 MOU備忘錄 要引進十萬勞工一樣 這個這個謠言是中國放出來的 結果你竟然相信 而且都已經澄清過了 沒有這回事 你竟然在總統總統的證監會上面 講這件事情 那你要知道你三十分錢 青菜公公的對不對 就這樣出去了 就這樣出去了 影響有多大 你知道嗎 有些人聽了以後 他可能沒有看到後面的這個 澄清 所以事實上在這場裡面 我看到這個辯論 這個證監發表會當作辯論的 這個趙薩康講完以後 我竟然看到藍營裡面說 哇不得了 趙薩康表現太好了 這是史詩般的辯論 那如果趙薩康已經有史詩來顯擾了 如果他是史詩般的辯論 我都有點不好意思了 如果今天去孫中統 我一定會變成 宇宙無敵超強大辯論 那種口才叫做什麼辯論 那種趙子龍夜奔敵營 還把自己的老大叫錯名字 最重要事情叫錯名字 叫做什麼史詩般的辯論 不過你可以發現 在證監發表會上就會這樣 所以等到正式辯論的時候 他一定會左打右打 砍了亂七八糟 想盡辦法刀刀劍骨 這就是他們的策略 為什麼他就想要激怒 那麼賴清德跟蕭美琴 讓他可以在這個話題上面 砰砰砰就火花 有助於他們在緊接而來 二幾天的這個選情 藍瑞德你剛剛講到了這個 我覺得就是藍綠 現在有一個沒有辦法通的 就是說對中間選民來說 覺得很無奈的地方是什麼 海昆號原型券 本來就應該比較貴 那麼日本的專家曾評論 海昆號的時候 也是覺得說 比起別的原型券 我們還是多付了一些錢 沒錯 還是真的蠻貴的 好 那所以海昆號真的比較貴 這是一個事實 對 但是為什麼 那麼 對 然後呢 國民黨的 國民黨就是罵貴嘛 你中間有沒有上下起訴 怎麼這是國民黨的打法嘛 民進黨的回應 就是說 中國打壓 就是民進黨只能講 中國打壓 但對中間選民來說 他就說 我不想再聽中國打壓了 可不可以中國打壓之外 給我一點讓我可以信賴你的理由 因為很簡單 因為第一艘原型劍的價格 會那麼貴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要想盡辦法 從無中生有嘛 事實上很簡單 我覺得不能當冤大頭 但是絕對不是像趙沙康講的一樣 我當然也想要用一百多億去買 一艘原型劍 我也想要核子潛艇 我也想要核子彈 我講坦白的嘛 問題就在 你都說會都漫畫 因為很簡單 那麼他的意思就是要在影射 他們在疫苗上面 在採購很多地方 不是都在蛋的部分 不是都用這種影射的方式 要影射說 哎呦 這中間有人謀不章 是不是有貪污嘛 這就是國民黨的策略 我念理工的 我真的不想佔什麼什麼 理工跟文組 趙沙康那個說法 就真的我講句難聽點 榮樹下聊天的阿伯 都比他內涵嘛 有那麼離譜 真的很離譜嘛 一個是講 我們去給人家買潛艦花一百億 另外說我們自己做潛艦花三百億 買跟做是一樣比喔 你買一台賓士竟然買多少錢 買兩百萬多嘛 好一點的三百萬嘛 搞不好現在我們車子還做不太出來呢 買跟做 抽到就兩回事嘛 做我們只要做成功了 這技術就是我們的嘛 才有人進去講後面攤題的概念嘛 對不對 這一件事 第二件是MQ9 什麼國外的MQ9買多少 我們台灣買多少 好像買貴了 你買香蕉不同市場價錢都不一樣 為什麼香蕉產地品質有不一樣嘛 有的是席選礁 有的是香蕉 有的是有機礁 有的是過期黑黑的 那叫集齊品礁 MQ9 同樣是MQ9 在中東的 跟台灣的MQ9不一樣 你知不知道 哪裡不一樣 我們那個造的是海洋 我們MQ9在飛的時候 有雷會打 有冰爆會打 遇到大雨 所以我們的MQ9B 是海洋型的MQ9 你想像一下 無人機在中東飛 是不是氣候乾燥 地面平坦 沒有波浪 也不會遇到雷擊 也不會有冰爆那種怪事 相對單純 為了做這個MQ9 日本試驗多久 在整個海洋環境的飛機 就不一樣 第二件事情 功能有說一樣嗎 你頭上是iPhone 最新的便宜兩萬多 貴了四萬多 你怎麼不說 買四萬多是冤大頭 規格不一樣 軟體不一樣嘛 所以通常講 那很外行的嘛 那外行就是騙龍樹香 阿伯已經騙不到嘛 真的騙不到嗎 騙不到阿伯都知道 自己做跟買不一樣嘛